6月1号到11号就死了972个人 其中还有一些是属于非常年轻的病患 在死亡人数不断飙升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BID 还没有送院就已经送命的人数 也不断的增加 几乎有300个个案 只是被发现还没有送到医院 他的这个病情就从Stage 1直接到了Stage 5 最后来不及送院医治就已经离开人世 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危险趋势 打了疫苗后不仅仅是要看感染率的降低 发病的程度我们也要看 而且发病的程度会大大减少 根据Vox的数据 在实验里面 每打疫苗的参照主大多都有严重的发病 而其中两人死亡 9人必须进入加护病房 但是对比已经打过疫苗的 却依然感染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却连一个进加护病房的机会都没有 症状的减轻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疫苗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能够只局限在感染率上面 我们也要看症状的减低 它不仅仅是数量的区别 同时也是质量的下降 所以如果你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话 那你就跟那些找某诈骗网红的商家一样 非常的白痴 那第二个我们要来破解的谣言 那就是有一些人说 我要选比较好的疫苗 很多人真的是遗传到这个华人的客家精神 一直在那边挑选疫苗 仿佛就是拿到这个Modana或者是辉瑞的这种疫苗 感觉就是比较赚一点 因为他们的效率比较高 拿到ASG或者是Johnson这种疫苗 只有66%左右的就感觉自己亏损了 非常不值得自己白白被打一针 但事实是这样吗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差别 但是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公平的 比较所有疫苗的有效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疫苗生产的那个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 Modana和这个辉瑞的疫苗 它的有效性实验是在8月到11月 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在美国还有英国这种公共卫生管控比较好的地方进行的 所以最终只有5%的人感染 所以他们的记录上面就写 我有95%的成效性 但是与之相反的Johnson等等的疫苗 就是在10月到2月份 这个第二波疫情爆发的时候 变种病毒来袭的时候才来测试 而且测试的地点 也是在南非和巴西等等比较危险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感染率自然就高了一点 同样是ASG疫苗 它的有效性原本是67% 但是在后来你知道吗 它在美国做多一次测试的时候 它的有效率就提高到了79% 所以我们不能够单从一次的测试 来判断这个疫苗好不好 毕竟背后影响的因素很多 时间地点都会影响你的表现